7月6日,TFBOYS组合成员王源回到南开中学上课,受到校内同学的花式围观,热烈欢迎。 网络流传的照片中,同学们把走廊围堵得水泄不通,更有男同学爬墙上窗户,被同学托举着,也要努力看看王源真柔。 校长更是发微博,呼吁同学们千万要淡定,戏称南开学生,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傻大哥傻大姐。 王源一回学校可算是带来了不小轰动,同学们对这个明星校友的喜欢可见一斑。 而这边南开中学新闻社则发文致歉,表示王源的相关照片是本社成员发布的,为王源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,并称已经对发布者进行了推并,也希望不要继续进行传播。 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,这是国内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步法规,首次把得以双心写入法律,要求从业人员加强自律,树立良好社会形象。 近日,政协会议召开,有媒体采访到陈凯哥,王小棠等老一辈电影主家,对得以双心入法律的看法。 杨阳,王俊凯等小新肉媒也表示了,对得以双心的看法。 杨阳称,自己刚演戏时就一直记了一句话,要演好戏先要学会怎样做人。 最近应该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而备受关注的王俊凯也表示,以后会尽量要求自己做到得以双心。 杨阳称,罗伯报,整理报道。 刚开始演戏的时候,就非常受益危险的一句话就是,想演好戏就首先得先学会怎样做人。 3月6日,全国正习12届第五次会议文艺界别分组讨论会,赵本山在现场认真做会议记录。 此前赵本山现身两会,他表示会做出农村问题的提案。 1月9日,我就画得名快议文艺界比如说Г 好 来 注意 别翻 别翻 看不出的出来 好 看不出的 来 来